今天是10月7日的《啤梨漫步》 我愈來愈發覺十三會的優點 如果我還未結婚,他還未有兒子 如果我認識那個女兒,我一定會結婚 幫到手 是,幫到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其實很重要 OK 不要說那些,否則又爆竊了 因為昨天阿東突然插入 希望大家幫忙探索鮑魚 因為我們盜正人生 希望阿東能夠重返現實 我怕他突然插入越多,就越不能自拔 他不能自拔就他的問題 問題是他插入太多,是阻止我們下班 因為我們已經盡量控制短一點的時間 為什麼呢? 第一,真的會辛苦,想看我的聲音 其實昨天我的聲音,他的尾都是不行的 第二,為什麼要慢慢把節目的時間 如果我們能夠把啤梨漫步的時間縮窄 是不是可以發展第二線的節目呢? 如我所想的 《風波女》的茶杯我也不知道 我也要看蘋果,之後我沒有聽《D100》很久了 剛剛你提到的政治低壓 其實最近包括D100,我們也好,城寨也好 全部都是少了很多人聽政治的 這就像上次特首選林鄭贏了之後 有那個會節 其實2014年也有了 很簡單 用我們《啤梨漫步》的說法就是 當我們終於 出完東西了 鬥敗公雞的時候 就沒有了 就是這個能否能出來呢? 香港那麼多人之中,其中一個人真是無權無勢 我真的很討厭 一個人是人版之中的人版 阿佳淑是我在說劉兆佳,他有沒有結婚?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他這個呢 他整個 奶欺嘴 他的嘴很適合對奶欺 嘴上說那條舌頭 奶欺 嘴有 含嘴見得多,奶欺嘴也有,好像劉兆佳那樣 是 其實含嘴 就是我們看到那些女生的嘴 覺得她有含嘴很正 基本上來說 好 只要掌握基本的技術 每一個女生都可以含嘴 一口就含嘴 沒有說含嘴的 有些人含嘴會含嘴 他也可以含得很舒服 好了 好像我們 在日本 有一個男人最認識的 同學客家也很像樣 唐雅哥 唐雅哥 他的含嘴技術就含嘴 含嘴的 他也沒有含嘴 你想想客家佬那樣的 客家佬原來含嘴很厲害的 你很難想像的 是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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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